这个地方呢 以前是房东凉冻基设 房顶呢 因为这个是老瓦 这个老瓦的话呢 风一吹啊 它就容易松动 然后里面就 上面就可能会漏雨 所以我们一年呢 就得上去修上个两三次 那么之所以没有换成 新的这种琉璃瓦呢 说实话咱们也舍不得花那个钱 因为这个就是 这两栋机设的这个雾面改造 下来大概得花个一万来块钱吧 后来我回想以前的状况 以前的状况 就的确经常是要弄名牌 西装要名牌 皮鞋要名牌 甚至用的护护品 什么东西都是名牌 的确那个时候 的确其实这个状况 可能一年十万块的收入 你都是不够用的 可能还得刷信用卡的这个投资 确实是这种 但是呢 内心快不快乐呢 不快乐 其实观念是 我们要问自己的心 你永远跟别人比物质吗 你永远没有别人比你强 你永远是处于一个自卑的状态 那么我们 我们去做一些 有意义这些生命的这个事 其实这个价值 不会比钱带来的这种成就低 确实是很不快乐 这种感觉 无法去跟别人去传递 不定儿哦 那个肥狗 这么肥 破解的每天给你换药 他的心脏是不是有问题 他这老是哈哈哈哈的 太胖了 太胖了 我们那么多狗也胖啊 多多也胖啊 那你没听 看他这样喘的 说你胖你还喘呢 你 换药的换了 一年多 但是觉得他这里有点萎缩的感觉 现在是没有明显的伤口了 整个的扭了90度了 但是他那个地方呢 因为他四个脚要落地嘛 所以他这个地方总是在地上按 所以反反复复的 我们给他弄得差不多好了 然后呢 就不给他用那个 用那个粘垫子啊 他在这里撑两下子 他又给磨破了 已经是好了 又给弄破了 好了又给弄破了 反复了很久了 11年的时候呢 就是网上 就是出现了有几个马甲 来骂我们 很多人觉得你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在浪费钱 这个那么多人还吃不饱呢 那么多人还在受苦呢 从紧急程度上来说 那么大多数可以讲 动物的这个苦 它往往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它是能不能活下来的问题 从生命的这个价值来说呢 万物都是平等的 那么人类的这个生命 和动物的生命来讲 它们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这个平等 都一样是值得尊重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